第1个 好了话不多说 吃东西满快 第1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试试长粉 就是你跟他那一张 我把每一个上面放一张体验 他分明说什么是什么 长粉呢最说其 起源于常朝的 你也很绕不认 他这样真的很难做 鸡蛋哥们的都是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鸡蛋 这是滑滑的 嫩嫩的 诶 那个 汁倒进去了 然后就来了 Of course 好好吃啊 而且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里面没有鸡蛋 那其他地方是不是都是一卷一卷 对啊 这个不是一卷一卷 是一整块 好吃啊 不错 嫩嫩的 滑滑的 也可以有鸡蛋吃 喜欢吃鸡蛋 可以啊 可以啊 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他们手单是什么 生滚极壁粥 生滚极壁粥 好吃 很细腻 你喜欢喝咸粥还是咸粥 咸粥啊 咸粥啊 很细腻啊 很细腻啊 这个手非常非常 这个猪肝非常的香 嗯 它的那些食材的味道 已经全部熬到粥里面去了 下一个吧 是什么呀 蝦腐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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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错 嗯 这好吃 那你来给他分享一下 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蝦腐的 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明天吃了 我吃了脆皮五花肉 我们就想到它 广州的零食小食居然有卖那种 脆皮五花肉 很好吃 很好吃 但我那天在后台吃的有点 有点多 嗯 就被腻倒了 因为就当零食吃 你就固定的吃 不肯定的吃 固定的吃 然后吃到后面就会 嗯 感觉晕车了一样 这个吧 还是我 算了还是我 这是老熟客的感觉 蝦腐皮卷 这好吃 其实我最喜欢吃它里面那个 这个 糕 那个叫什么 芋头 芋头 这蒜香排骨里面垫在下面的芋头 芋头喝 也好吃 下一个 太多了 这是凤爪 凤爪 这就不用介绍了 轻点 这不也得介绍一下 这很好吃 这个真的是老朋友 夜菜的凤爪 就是永远不会太累 嗯 好吃 下一个 来我们尝一下这个 虾饺吧 吃的吃的 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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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人也是我最爱吃的 今天下一个烧麦还蛮香的 好安全 我吃的 好 这是什么 烧麦 烧麦 嗯 因为 因为深圳 因为感觉广东的烧麦跟我小时候吃的烧麦不太一样 我假如这烧麦里面是糯米 但是广东的这烧麦里面居然是 肉 它现在是广市茶点四大天嘛 是虾饺虾仁烧麦 然后蒸凤饺和蒸排骨 就感觉他们的烧麦好 实 它不是实 好贵哦 里面居然是肉 全是肉 辣椒 哦 停载粥 对 刚才并不愿意没学会 哈哈 上面飘了点 就拿了油条 为什么每个地方掉下去是油条 里面是葱和油条 油条 它的油条很好吃 春法正在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发来春法 春法正在了三 而是藻袋 然后她不太爱 菜 从此来这个粥就被取名为 停载粥 所以这个里面是油 有那个施压车 停载粥 停载粥的粤语怎么说 是时候给你放一下 刚刚说了那么快 停载粥 停载粥 开发一面 停载粥 好 滩在走 好像没有了 最重要的 今天的招牌双皮奶 但其实我 我现在超级好 QQ的 哇 好甜 奶味很重 很重啊 你喜欢吃奶汁你怎么喜欢 小时候喜欢 但现在不太喜欢 现在有点 有点 腻 怎么样 今天的挂餐 就是吃了两块好丰盛 好丰盛啊 真的好丰盛啊 上一次这么丰盛 还是在上一次 真是亲近一些 胜中一些 深圳也没少吃 每天都在吃 而且甚至每一餐都没有餐 脆皮肤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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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玩得怎么样 你说那天放风筝啊 什么什么什么 很嚣张啊 那天晚上 挺好的 然后放风筝 然后也没有风 然后让我在草坪里面爬来爬去 但是还放起来了 挺好 嗯 新宫街舞场上 整个都是能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 说不上来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感觉 其实就像我们 昨天演完之后 在《新宫街》上跟各位演员老师 还有导演我们在聊天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像时间的缝隙也大了 对于我来说 你可以在时间的缝隙里面去 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可以让自己没有那么的急 然后整个的状态也慢下来了 整个人也更加的松弛 你是说在舞台上还是说你在我生活中 舞台上啊 对于你们好像前两场 整体的节奏是快一些的 那么后面就完成了 彩练的时候 就是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正式演的时候 我觉得就 就已经开始 往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 这次我们来到了非常非常繁华的深圳 我感受到了深圳的繁华 以及深圳的美食 还有深圳的热情 真的很热 我很喜欢深圳 因为它很舒适 虽然它那么的繁华 但是它就像那天我们在深圳湾的时候 我感觉到这个城市还是很很安静的 它既房华又安静 它并不浮躁 好吧 就这样吧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节目 下一个城市再见 拜拜